来针对这个程式的部分做撰写 假设说我今天按的这个按钮数 那它就会变成这个图档要必须更改 那更改的方式 其实我主要是动态调整什么呢 调整这个ImageA里面的某个属性 这个属性呢就是哪一个呢 就是这个Image的UIL 也就是我去更改它 就可以达到变换的效果了 那如果我今天换成乳 那当然一样的方式 我就是动态更改 那我怎么样动态更改 首先这个乳的部分我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呢就会跳到 特别注意跳到哪一个网 哪一个档案应该比较清楚一点的吧 点VV 以后就比较找得到了 比较找得到 它也会秀这个档案 那特别注意就游标自动会停在这里 你就在这边去做程式转写 不要再点别的地方了 因为点别的地方 到时候程式就错误了 那它的开头一定是Sub 这ButtonAClick的时候呢 我就做哪个动作呢 因为我要去更改哪一个呢 所以我要知道等一下 那个控制项的名称叫什么呢 叫做I-M-G-A 对不对 其实有点像叫某个人 就叫你的学生的名字嘛 你要叫得出来 所以我上次讲说 你一定要很清楚 你控制下的名称 而且你不要 我叫Image-A 可能你 有些同学忘了改 他还叫Image-A 那当然写的程式一定会有错误了 所以如果你要同步的话 一定要改成跟我一样 然后后面的话 再按空白键 它就你打个I 用选择 空白键 再按一个点 它很聪明 它会让你选 因为 这叫InteriorSense 就是说 它是智慧型的提示 也就是说 这是针对那种一般 比较不太习惯 断写程式的设计 你不需要记 你要知道大概是什么 用拆的也拆得出来 它叫什么 Image-I-Tidal Image-UI 用拆的 如果说 你忘记 如果不在里面提示 你就 等于是 那个应该是错的 也就是说 有提示 才会是正确 等于什么呢 等于 双引号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字串 所以前后要加双引号 然后呢 它的路径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波浪状 这个波浪状 就是根目录的意思 在这个网站的根目录下面 会有一个 斜线 什么党名呢 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把它 输入一个 数 点 这一批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再 这一批 因为它是 党名 出党名是 这一批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抓到 这个党名 或者甚至你这个地方 跟目录部分呢 也可以舍弃不输入 也没有关系 它也知道说 这个底下 会有一个 就是在同一个 同一层里面 旁边 会有一个斩命 你可以输入 跟目录